大家好,歡迎收睇每周一股的環節 這一節的嘉賓是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在旁邊 Jason你好 Johnny你好 上星期你和家庭觀眾推介了哪個股份 就是編號709的Jordano 你也看到了,恒指方面整個禮拜計要跌145點 跌幅有0.63% Jordano方面就跑輸了一點點 跌了四仙的整個禮拜來講,跌幅有0.85% 不如看看Jason當時推介的買入價是7.85 很可惜看到現在Jordano現價方面是7.67 如果真的聽到Jason意見買到的話,是虧錢 怎樣部署好呢?因為都剛剛見到他出了第一季的業績 表面上就不錯,但實際你看到同點銷售繼續要跌 其實情況又是怎樣呢?如果剛才聽到你說買了貨的話 是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以Jordano來說,昨天就出了首季的業績 整體的表現,雖然見到存貨,又或者見到他那個開舖的策略 都叫做做得不錯,還有就說亞太區方面 地區的銷售都是錄得一個挺可觀的增長 但是最可惜的地方,都見到他在中國大陸方面 還有在本港方面,銷售額仍然都是要錄得一個倒退 所以你說那個業績就對於市場預期來說就叫做差了一點 受到這個因素影響,都令到他出完業績之後 昨天下午和今早都錄得一個比較大一點的跌幅 但是我仍然都是維持我的看法的 因為我之前推介他最大的因素 一來就說看好他那個存貨的控制 二來就說他那個亞太區市場 包括印度,印尼,亞太區市場 包括印度,印尼,亞太區市場 或者是中東方面地區的發展 第三就說派高息等等 這三個因素,其實在今年的第一季 都仍然是未見到有個很明顯的惡化 或者很明顯的轉變 所以既然你說那些利好因素 都仍是能夠保持得到的時候 暫時我都仍然是維持回 應該是可以繼續看好的 如果你說之前跟著策略去做的 7.8.5元買了的話 暫時是可以先保持住 定下的止洩仍然是放在7.3元 上面的目標仍然是可以看上去9元樓上 好,明白,麻煩Jason先 在Jordano方面的分析 來到全新的一個星期 今天又跟大家推介哪個部分 今天仍然是說回我之前 都叫做不斷唱好 或者不斷分析中的那個板塊 是關於風力發電的 今天說這隻不是營運商 不是做風電場的 反而是做一些風機設備的股份 就是內地現在是最大風機的設備製造商 就是金鋒科技 你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今天都創了新高 你才來推 今天高位是5.28元 現價是升7.6% 去到5.25元 聽聽你的分析 因為都去到高位 現在去買入 那個水平或風險會不會大了一點 雖然它是叫做剛剛今天破了位 但是都要澄清 因為始終不是今早才想 在過去兩三天 都已經決定了推這隻 我都想不到它今早一抽就抽了上來 也可以舉回之前一個例子 在今早上推過5790元 經能清潔能源 當時推的時候 都是創了當時的高位 那時候是大約2.6了 但之後升上升上升 上到今天 都是 繼續創一個上市以來的新高 就上到三個一號幾 反映就算今天看到2208 就好像去到一個很高位置了 但是由於本身都是得到國策的支持 和技術上都看到破了位置 我相信未來仍然有上網空間 不管儘管聽聽情況如何 不如從業績方面去看看 營光網上看到是2012年的全營業績簡介 截至2012年12月 營業額方面要跌1成2 去到112億左右 股東應佔日利亦要跌7成半 無利率也要跌 純利率也要跌 但現金流方面有負轉性 如何看業績? 整體來說都很差 好像全部大數都要跌 去年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做風電場 或是風機設備的股份 業績出來都是一般 利潤方面大部分都有很大的跌幅 金峰也不例外 你見到去年利潤跌跌了七成多 同時也見到在銷量方面 和無利率方面都是受壓 導致營業額方面 都是落到雙位數字的下跌 但如果你看回去年的業績 純粹是基於去年整體的風電場 營運做得不太好 國家政策在支持方面 似乎保持不到對上幾年的規模 令到內地在上年做風力發電這個行業 大部分都做得相當低迷 但也有個驚喜的地方 雖然看到本身 雖然上年這間公司的利潤做得不好 但在現金方面 仍然保持到一個挺穩健的水平 正現金方面 即是說到Total現金 扣了負債之後 仍然有七億多 另外如果單體經營業務方面 所產生的現金流 都是由付去正數的水平 所以單體這些財務狀況 似乎不是差得那麼緊要 看到金空科技 在最新的那份業績 都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看到他們首季方面的業績 營業額 暗年也要繼續跌 跌4乘4 去到9.57億元 另外就是股東應佔人力方面 在這裏都比下降 升成超過4倍3 即是4倍3左右 去到3200多萬 霧利率方面 亦是上升7.4個百分點 去到17.8% 順利率方面 都可以升3個百分點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通常第一季都是淡季 為何會做得那麼好 沒錯 第一季是傳統做風力發電 特別是設備那部分的淡季 所以你見到在銷量方面 或者營業額方面 都錄得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但是為何你說利潤 和毛利率方面 有這麼大的回升 最主要原因 都是看它本身 在今年的年初 都將其中一個在美國 營運的風電場出售了 得到接近億多的一次性收益 所以加了這個因素 在內之後 就令到它整體的利潤方面 就出現了一個正數 就不用再輸錢了 同時也都見到 集團方面 都是強調的 就說雖然今年第一季 整體的銷售額 不是說真的那麼好 但它也都相信 就說到第二季打後 整體的情況 就會出現了一個 比較明顯的改善 也都預期就說 全年來計 去到今年2013年 銷量都可以重新 錄到一個的升幅 亦都出了一個半年度的營起 預期就說 今年上半年 整體的那個盈利 都能夠去到 大概是超過一億那麼多 如果你說以一個 即是按年的比較 都是有一個 大概接近三成左右的升幅 意味著 就算你看到第一季方面 撇除了那個特殊收益之後 情況的表現都不算太理想 但是由於本身大家都預期 由第二季打後 整體集團 接單方面 又或者封機的價格方面 都可以得到提升 照計它在今年 往後的幾季 業績 都還會有改善的空間 好 Jason 我知道你推理這隻股份 其中一個利好因素 講到開工率方面 講到內地風電場的利潤率 亦都有個明顯回升的趨勢 特別列出了這麼多地區方面的情況 值得留意的就是在黑龍江和寧夏方面 因為看到他們的利潤小時 在13年來講的第一季 有個明顯的增幅力 都是超過四成那麼多 這兩個地區其實又會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成績做得那麼好 我先講這個表 就是參考農園電力方面的營運數據而出來 你看看本身農園 都是屬於內地最大的風力發電場 所以旗下那些地區 風電的利用率 都有個相當的參考價值 看這個表 你剛剛問到內蒙古 或者看到是黑龍江 或者是寧夏等等 都看到風電的利用率 都有個相當顯著的回升 你問為什麼原因會出現這個情況 最大的解釋就是 這些地區在2011年的時候 表現都相對是差 以及2012年的第一季 基數仍然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當時都看到內地這些區域 就算有個風電場在這裡 真的叫做開工 但是產生出來的電能 都是不能夠被完全 或者全數是銷納得到的 我講到去年這個時候 內地的風電場的氣風率 都去到接近是三成那麼多 很多電力發到出來之後 都不能夠在當地 完全得到銷納 包括在一些電網的公司 又不願意去到採購 另外如果你說那地區用不完 打算輸出外面的 亦都受制於電纜方面的基建 技術不夠高 亦都出現一個所謂電網擠塞的問題 這些因素都限制到 在上一年這些風電場 整體發電量的表現 以及都看到那個風電的利用小時 都大概只維持在1,700至1,800小時 整年來計算 比起全年的平均 在2,000小時來說 都跌了接近一成幾兩成那麼多 由於去年做得差 但是今年經過一些國策的支持下 都看到了 龍原在這些地區的風電的利用率 都明顯是提升了 特別是說在黑龍江 又或者是河北這些地區 本身在內地來說 都是屬於一些叫做風力 是比較豐富的地區 如果你說這些地區 能夠率先有一個明顯的反彈的時候 接下來對於一些新的項目落成 又或者中央去審批一些新的風電項目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講開就是龍原電力方面的一些數據 不如也看看第一季 他們發電量方面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下一頁來講 看到龍原電力他們第一季的發電量 同比增長有三成二那麼多 去到就是540萬少啞士 之後大堂新能源就未公佈那個變動 暫時來說就錄得283萬的少啞士 之後還能新能源有295萬的少啞士 同比增長有六成半 首先看到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看到三大風電營運商的發電量做得不好 金峰就是做一些做風機等等 看到發電量那麼多 自然就要多一點的風機需求 所以就是金峰科技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接多點訂單 兩者是雙父雙成或者純此雙依 如果你說上游做一些風電場的企業是沒有錢賺的 好像是11年或者12年年初的時候 整個行業都是低迷 又或者中央都將那些新的項目的審批時間延遲的時候 自然對於下游的風力發電的設備 一些渦輪的風電機來講 追求都是有個相當大的壓力 反而如果你看回今年年初 頭三個月 當你看到畫面上面的三大風電營運商 在發電量方面都做一個明顯的改善的時候 亦都意味著 接下來這些公司 向金峰採購方面的量都有機會提升 再者本身如果你說這些客戶能夠重新獲得利潤 對於金峰的應收賬來講 都可以加快收錢 因為金峰都有很多應收賬 由這三間公司去摘住 如果你說這些客戶能夠賺錢 對於應收賬的賬期都是有望縮短 另一個問題就是氣風率方面其實都高 一向都說這些股份很受制國策方面的扶持 究竟國家政策方面 怎樣可以幫助一些舒緩氣風率方面的問題 剛剛我們都很強調那一點 就是內地這些風電場 如果氣風率仍然持續高期的時候 就怎樣都會限制一些新的項目的落成或者審批 所以你說國家有什麼政策可以支持這個行業 希望改善氣風限電的問題 第一的就是先看本身在一些高壓電纜方面的工程的建設 剛剛都略略提過 始終現在你說內地本身 叫做風力資源是豐富的地區 都是集中在內地的北部 包括內蒙古、東北三省 又或者可能是甘肅、寧夏那邊的地區 但是這些區域大家都知道 本身在經濟的增速方面都是比較慢一些 以及整體的用電量方面的需求都是比較低的 如果你說在這些地區 有這麼多的風力化電出來了 但是這些電能如果是出現一個過剩 是不能夠完全消納得到的時候 就唯有把這些電力就要向外輸送 本身如果你說有這些所謂高壓電纜的建設來加速的時候 對於氣風限電的問題都有幫助 包括如果你說看來近今年 都有一個相當大的工程 就是由甘肅方面 那個哈密的城市 就會接一條高壓電纜 傳送去鄭州那邊 意味著如果你說接下來 甘肅方面那個電能是出現過剩的 都能夠借著這一條極高壓的電纜 可以輸回電出去 都會幫助到封電場 接下來都可以叫做提高利用率 以及提高它們的發電量 第二點方面都要求電網公司 加強電能調度 怎樣是可以做到這一方面的效果 所謂電能調度就是說 將一些所謂 peak season 或者一些叫做用電量比較高的地區 就可以集中提供電能給它們 相反剛剛說到可能是甘肅 或者是東北三省 本身那個用電量比較低的地區 就要想辦法輸電出去 本身電網公司在這個過程上 就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上一年來說 為什麼你說見到 在年底和今年年初 東北那邊的地區 包括剛剛提到的黑龍江 那個利用小事是有個明顯的提升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本身當地那個東北電網這間公司 跟北方電網做了一個 agreement 一個合作的協議 承諾當東北三省發了電出來 如果是用光的時候 都能夠將部分的電能 經由電網公司的傳輸 就由東北那邊傳送去 就是北方電網 再由北方電網這間公司 就將電輸去給可能天津 北京等等的地區 令到所謂產能過剩 或者發電量過剩的問題 就能夠得到這個合作方面去解決 亦都可以令到柏龍江或者遼寧等等這些地區 今年年初的利用率 效率方面都獲得一個明顯的提高 除了你提到以上一些政策 我知道 接下來政府也會推出一些新的制度 當中的制度就是 可在新能源電力的配額制度 其實情況又是怎樣 因為都是新來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多些少 這個政策就是之前推農原 以及推經能清潔能源的時候 都跟大家略略介紹過 在說接下來這些電網公司 就有一個承擔 在一個配額制度下 每間的電網公司 或者每個地方政府方面 都要對於一些在生能源方面的 接納或者所謂的銷納來說 就要承擔一定的比重 如果你說本身在北區 即是說內蒙古方面的地區 現在初步的計劃 就說接下來那些電網公司 都需要向封電方面 就要銷納接近百分之十五的比例 那意味著 如果你說接下來有這個規限底下 那些電網公司就不能夠 再自己去到選擇 就只是買了一些 就是火力發電那些的電能 而去到捨棄其他的在生能源 那所以你說有了這個制度底下 就能夠令到一些 封電的營運商方面 可以提高利用率 在發電量方面 也可以得到一個提升 從而對於這些封電設備股 都會有個直接的幫助 那可以說 又軟又硬 那些制度來說 又有這個賠額制度 之後又有補貼 補貼 補貼情況是怎樣的呢 退稅補貼就是針對一些電網公司 也是因為現在電網公司 你說在買電的時候 之前他們都傾向買一些 成本比較低的火力發電的電能 但是如果你說有了這個 稅務補貼之後 那講到明了 就說來近些電網公司在買電 如果你買一些封電 那個成本是高的那個火電的時候 按一個比例 就做一個退稅 當中的差額方面 暫時計劃就是完全是免徵這個稅項 如果你說有了這個補貼之後 亦都是變相令到電網公司 在買一些封電的那個時候 那個成本就能夠是可以降低的 這個誘因我相信都會帶動到 整體那個封電銷納 和電網公司買電的那個的用量 嗯 Jason剛剛都和我們提到 即是較早時分 講到就是在開工率方面 就提升了 其實如果是的話 集團也可以受惠到這一點 因為訂單方面都增加了 沒錯 因為你都見到那個 封電場利用率提升 亦都幫助了 就是中央都見到這些數字來講 所以就加快去審批一些相關的項目 接下來亦都是 亦都出了第一、第二批的相關的封電 或者是相關的項目來講 第三批亦都進行中 情況又是怎樣呢 即那個招標情況又是怎樣 是的 今年年初就叫做 再出了一批新的項目 這樣講的規模都不小 有整個 即是二十八個JW那麼多 那它亦都定了目標 就說希望今年 整體內地的新增封電的裝機容量 就可以去到是十八個JW 比起去年大概是十三個JW來計 都有 接近四成的升幅 你說這個第三批的計劃 就二十八個JW 如果你說再加上第一批和第二批 一些本身是未招標的項目 加上規模 初步來計都有五十六個JW 那麼我亦都相信 你說這一部份可能都會在今年 至到一五年的時候 都會陸陸續續舉行這個招標 一旦出現了招標 而金峰又能夠成功中標的話 對於金峰的訂單來說 都會有個相當大的提升 訂單方面 就有個憧憬可以增加 但是中標的情況 不如都值得大家討論先 過去在2012年方面 那個中標額都比較低跌 按年變幅來說 都要下跌超過六成那麼多 那麼少了那個中標額 但是都見到 情況亦都改善了 去到我們一三年的第一季度 亦都有一個增長在 其實你都見到 去到最升的情況 亦都見到 那個中標額度 有上升七成四那麼多 那情況又是怎樣呢 上升的石頭可不可以持續嗎 是啊 上年就很低迷 基本上金峰在第三季的時候 接單都是創了一個歷史的一個新低 是 因為當時都見到 封電場方面 是沒有意欲去到 加大了一個投資 另外中央在一些批 一些新的項目的時候 亦都叫做是拖慢了 或者是推遲了 都令到上年那個接單來說 都是按年跌了成六成那麼多 亦都在解釋著 為什麼你說 今年第一季的業績 在銷售量方面 都是明顯有個很大的下跌 因為這個部分 都是基於上年接到不多單 去到今年第一季 附運的表現 亦都是比較低迷的時候 都直接拖累了銷售額方面的表現 但是你說 如果去到今年第一季 看到有些項目重新招標 而集團又能夠成功中了標 去到接到這些訂單回來的時候 我相信在未來這幾季 入賬方面的數字 都會慢慢得到提升 而且都要留意 因為始終剛剛都說過 有整五十幾個JR的項目 接下來都還會招標 而集團本身 現在在內地市佔率方面 都是排第一的 當然你說這一部分的項目 都接近可能兩成左右 能夠給到金鋒的話 對於未來的銷售額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提升作用 所以我相信未來接單的情況 或者中標的額度 都仍會增加 講開接單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實質的數字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先看看下一項的圖表 螢光幕上是說 你好因素二 集團的訂單 繼續都有一個增長的憧憬 但看到在第四季的一二年來講 增長的石頭有個回落 接少了訂單 但到最新一季的一三年來講 又升上去 詹斯哥的石頭是怎樣的 這就是集團TOTAL 手上有的訂單數目 分了兩部分 藍色那部分 本身合約就簽了 接下來就等待富運 紅色那批就中了標 但是由於是未簽合約的時候 所以在短期之內 都未必能夠是負運得到 但是講到尾 兩者加起來 屬於集團 現在手頭上面 接下來會是做那些 訂單的金額來的 如果你說看回去 由去年的第四季 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去到今年的第一季 都上去到七千幾個 Jigger Award的話 反映升幅 都是有16% 如果你說按年來計 就是今年第一季 對比上去年的第一季 那個回升的幅度 就更加有兩成二 好像剛剛都說了 既然你說接下來的項目 都會陸續招標 集團 即是中標的機會 都還是高的時候 我相信手頭上面的訂單數目 都還是會有增長的空間 但是假設最壞的情況 是接下來真的有一張單都不中 單憑他現在手頭上面的單 其實都足夠可以覆蓋到 對上一年的銷售額 有成是2.5年那麼多 反映他現在本身 手頭上面的單 都可以足夠提供一個 相對穩定的盈利增長在這裡 好 之後我們談談第三點的 你好因素 Jason 你講的是金鋒科技 本身他的財務狀況 都非常穩健 但我記得剛剛跟你Golfers 傳現的業績當時 你講到現金流方面 是正數的 由負變正 最新來講 就是流入25億 也都見到 但是在過去的情況 就比較差一些 講的是11年的情況 正流出有40多億 現在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這個叫做營運現金流 對於一間公司來講 是相當重要的 就算你看到那些公司 可能之前是賺大錢 但是如果營運現金流是跌的話 反映回去可能在存貨 應收賬、應付賬方面 做得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 今次的金方 應運現金流 錄得這麼大的升幅 反映在應收賬方面 都陸續收回錢 這方面我相信 對於接下來的負債比例 又或者是融資的壓力 都會有減輕的作用 好 你也講到應收賬方面 真是控制得意 其實現在最新的現金流 有多少錢 怕不怕有什麼雜誌 因為始終你看到有這麼多訂單要做 沒錯 多訂單 可能接下來都要增加投資 但是如果你看到公司 在最新公佈第一季的數據 淨現金方面 都有超過7億這麼多 當然 你說7億夠不夠 但是至起碼見到 未來的生意額都提升 起碼和之前積落的存貨 可以清得到 另外本身 在客戶紮住的應收賬 都能夠慢慢收回 相信對於現金水平來說 都會有增長的空間 短期我相信 未必會有融資壓力 好 Jason大 始終風機行業來說 都是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產能覺醒 到底你說了這麼多利好因素 其實最基本 產能覺醒這個問題 解決了沒有 這個問題要解決 就不是一朝一夕 用一兩年的時間 就可以完全消化得到 但是你看到 其實內地方面 都推行了很多政策 希望壓抑一些過程行業方面的發展 都希望將一些規模比較小 或者技術水平比較低的公司 就是逐步要淘汰出去 風電這個市場 同樣地 特別說風機來說 本身都是很講究技術水平 如果你說某些小公司 都只能夠做一些 最低檔的產品的時候 自不然 當風電市場 越發展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對於那些低技術的產品的需求 就會慢慢減少 也會加速整個行業的整合 再加上內地本身都可能有些政策 來針對 本身如果你說規模太小 你要面臨淘汰的時候 可能接下來你要借錢 銀行方面就未必願意去再借錢給你 還有其他的政策方面 都會限制一些小公司的發展 當你說這個行業 真的能夠逐步整合 都是以一個龍頭做主的時候 對於金峰來說 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畢竟金峰在過去幾年 在內地整個風機市場 排行、市佔率方面 仍然是排第一 既然成功的話 但說的是出口去歐美方面的產品 也是面對一些問題 就是相反的制裁 包括反傾銷 和反補貼 其實情況都幾次就是太陽流方便 太陽流方便 沒錯 因為這些設備 在出口來說 都佔了一個很大的部分 特別對於金峰來說 之前都佔了一些美國等等的訂單 但是說這些產品 本身在外國來說 都是有些生產商在做 如果你說本身內地是透過補貼的 或者透過不斷壓低成本 令到自己的出口產品 有這麼便宜 自然就要對於外國方面的製造商 都會面臨一個很大的競爭 當地的政府 如果你說要保障當地的風機行業的時候 都是有機會徵收一個比較高的稅率 之前在去年來說 也曾經對於某部分的風機產品來說 收了一個接近超過六成的稅率 所以你說接下來這個問題 會不會進一步是嚴重呢 會不會是惡化呢 大家都仍然是需要留意 好 之後你說債高預測事業率方面 高達成24倍那麼多 股值都比較偏高一點 你好像看龍園電力916來說 它P也是17倍左右 會不會貴了一點點呢 是的 如果你說看風機這類的設備股 對比剛剛你說的龍園 或者大堂那些營運商來計 都是違高的 但是始終這個市盈率的 參考價值暫時不是太大 因為如果你說看過去年 盈利基數這麼低的時候 自然會推高市盈率 但是如果你說今年 那個盈利真的能夠 是錄這個 以倍數增長的時候 市盈率方面 就可能會是進一步可以有 下降的空間在這裡 如果你說看市漲率PB方面 目前來講都是0.8倍左右 對比過去過往歷史來講 平均值仍然都還是低的 所以你說估值 單體市盈率方面的確是比較貴 但是看其他的指標 以及去今年盈利復甦的動力來講 我相信這個股份 都仍然是值得去投資 好,謝謝先 OK,Jason 如果要買這個股份的話 等到什麼價位買先 你的買入價是5.1 對,策略方面 就等它回回一點點 畢竟你看到它今天 都真的抽升了很多上來 等它落回5.1可以買回 那目標價就會比較 可以提高一點點 而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看回是6元 下面穿4.5的話 都可以先做Cut Loss 好的,謝謝Jason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很感謝你在這支股份的詳盡分析 Jason,本身這支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麻煩你先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都是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問必答 立即打電話來 如果有任何問題 電話意思是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過來 不要走 了